大家好,我是鸡腿,欢迎收看我的频道,曹操搞好社交关系,不要请人吃饭,要做到以下三点,独目不成零,三目是森林,人要成大事,就需要一大批人来帮忙,并长期保持齐心协力的状态,身在东汉末年的曹操能够在中原立足并做大做强,和他的社交智慧是离不开的,在促进关系的过程中,他请刘备吃饭,煮酒论英雄,但是刘备却成为了他的对手,他在逃乱的路上,父亲的朋友请 他请他吃饭,结果误以为朋友暗中下毒手,引发了巨大误会,留下您叫我赴天下人,休叫天下人赴我的一声叹息,赤壁之战,曹操派蒋干去参与周瑜组织的群英会,结果弄巧成桌,得到了假消息,本想接纳,在东吴受委屈的黄盖款待一半,黄盖却带来了一把火,让曹操有灭顶之灾,终于发现最好的社交关系,不是请人吃饭那么简单,饭局只是一个流程而已,需要做到以下三点,把人心拉拢过来, 一,容忍短除未知格局,恐龙投靠曹操之后,也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建议,但更多是各种抬杠,曹操进攻夜城,得到了袁绍的家人,曹操的儿子曹丕娶了袁熙的妻子珍世,恐龙就笑话,曹操父子争夺女子,为了倡导节俭,曹操鼓励大家不要喝酒,恐龙想当然地反对,并且在公开场合喝酒,在推行孝道的过程中,恐龙摆出嘲讽的姿态, 最终被曹操不容,引来祸患,还有杨修等人,都嘲讽过曹操,也对曹操的计谋进行过解读,引发了军心不闻等问题,虽然恐龙,杨修等人的结局很坏,最终不被容纳,但是他们一开始是被包容的,只是变本加厉,有恃无恐的做法,导致不能包容, 有句话说得好,老虎不发威,你当我是病猫,多半只有触碰到包容底线的人,才真正让曹操决定处置而后快,作为普通人,我们在社会上混,对别人的短处进行包容,不是自己软弱无能,而是自己的格局放大了,一些矛盾,小错误,在一个大格局的人面前,就是九牛一猫,就像一粒沙子,掉进了一片海域,星包太虚,亮州沙界,如果你和人关系不好,那么就问一问自己,包容了别人吗? 还是处处针锋相对,搞清楚了,就知道如何做了,二,想人难处,为之共情,在关渡之战开始前,很多将士认为曹操的人马少,袁绍的人马多,实力悬殊很大,有人害怕曹操兵败,导致大家无家可归,就暗中联系袁绍,并且表示兵败后会投降,袁绍知道消息后,也很高兴,把这些准备投降的人的书信留下来,战斗结束后,曹操以少胜多,袁绍收下的书信,都落入曹操手里, 很多将士战战兢兢,一旦曹操看过书信,肯定会对自己动手,很意外,曹操把书信当众烧毁,一封都没有拆开,有人问,为什么要烧掉呢? 不是可以成绩知道谁是内鬼吗?曹操说,谁家都有子女,都担心跟随曹操我进入绝境,他们只是寻找出炉而已,有什么好追究的? 是啊,将士作为中年人,上有老下有小,总不能丢掉一家老小,独自狗活吧,通过这件事,曹操拢络了一大批人,也让大家的诚信度更高了,这年头,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,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,就有了共情力,平时的生活中,我们要看人难处,还要帮人难处,很快就能建立感情, 比方说,某个朋友做生意失败了,不知道如何东山再起,他借了你的钱,就不要反复取催要,而是安慰朋友不急着还钱,等朋友经济情况好转了,自然会感激你,并且反过来帮助你,俗话说,日落西山你不帮,东山再起你是谁,不要总是屈颜复视,忘记那些有困难的人,八戒高人,不如拉一把低处的人,从长记忆 三,看人常处,为之用人,有个叫毕臣的人,是曹操的老部下,曹操的对手张淼,把毕臣的父母和孩子掳走,逼着毕臣投降,几年之后,曹操把张淼灭了,俘获了毕臣,大家都担心,曹操会斩首毕臣,但是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,曹操告诉大家,一个孝顺父母的人,难道不会忠于自己的君主吗,这正是我想要的人才啊,说完,让毕臣做官了,关羽在落魄的时候,混入了曹操的阵营, 关羽一直表示,自己迟早要去和刘备会合,不会长期待在中原,曹操没有责怪,而是提拔关羽做将军,还允许他自由离开,把关羽认定会重情重义的人,自然,关羽在曹操手下,也很卖力地干活,留下振展炎梁等典故,人与人打交道,用别人去获取利益,就要发挥别人的长处,而不是利用别人的短处,一大群人的长处,都为你所用,那么你的事业就不能不兴旺,若是你抓住大家的短处, 不会兴旺,而是会陷入低谷,要知道,鲜花的背后,也有刁败的叶子,鲜花也可能插在牛粪上,看哪里才对,应该心中有数,四,好的社交关系,功成为下,功性为上,你不和人交心,只是平时吃吃喝喝,那么你是得不到帮助的,那些狐朋狗友,知道你穷困了,一准是一窝蜂而散, 你主动走进别人的内心世界,反过来你的内心也会被人懂得,从而被感动和温暖,有句话说得好,社交,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,选择合适的时候,伸出你温暖的手,做别人的贵人,一路上都有贵人,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,记得按赞,订阅,分享和介绍给朋友,我们下集再见。